江婉淫暴毙向前走两步 正好停在金子轩附近 用恨不得震天的音量道 哎呀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人 那么没素质 就算是个傻子 也知道他在寒沙摄影谁 不 这已经不是寒沙摄影了 这已经是挑衅了 金子轩立刻回对道 也不知道是谁整日无所事事 插手别人家的事 江婉淫不屑 呵 家事 你问问那个兰家的弟子 你问问他 这是你们的家事吗 金子轩冷笑 哼 我家的人 因为一只刻着符文的辟邪金是丢了 要求姑苏兰氏帮忙寻找一下怎么了 这里是姑苏 可是兰家的地盘 若是因为没了这个金是 我家的人出个好歹 你赔得起吗 江婉淫机讽道 呵 区区一个辟邪的物品 就能出个好歹 你们兰陵金氏可真是废物 江婉淫这话 直接将两个少宗主之间的矛盾上升到了宗族 这回怒得可不止金子轩了 金子轩听了这话 也不跟那个外门弟子掰扯了 直接走过来对着江婉淫骂道 哼 那可是我兰陵金氏第二代宗主留下的法器 你们云梦将是 哦 我忘了 有些人 名为少宗主 实际上连个九岁才开始修炼的大弟子都不如 也不配得到这样的法器半身 逆 江婉淫回头怒吼 魏无羡 魏无羡没理他 他又吼了一声 魏无羡才皱着眉看向他 冷冷道 少宗主有何事 他刚才正读着那石壁上的家规 也没注意他们的闹剧 江婉淫见魏无羡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更怒了 蓝陵金氏的人羞辱我你都不管的吗 那要你这个大弟子陪我来听学有何用 魏无羡看着江婉淫那张扭曲的脸 条件反射般的要护住什么 反应过来 自己在云深不知处才收了手 少宗主 或 看魏无羡这副样子 难道传闻都是真的 传闻中 云梦江是不把弟子当人看 就算是亲传大弟子也会非打即骂 更别说那些小弟子了 而且 魏无羡条件反射互助的样子 不就是怕江婉淫生气殴打那些小弟子吗 江宗主安排的事让我来听学 并且 看好你 他上下打量了一番江婉淫 摇了摇头 我是云梦江是亲传大弟子 或许是我为认真听讲的缘故吧 反正 我从未学过 也未听到过哪种说法事 保护少宗主居然还需要帮忙吵架 魏无羡根本没听他们在说什么 只是江婉淫要将战火引到他身上 便赶忙把自己从中抽出来 江婉淫感觉自己要气晕过去了 直接提着三毒就要去打魏无羡 思 所以传闻真的是真的 在三毒靠近魏无羡还有一寸的时候 被一只手握住 魏无羡意外地看向手的主人 蓝二公子 蓝忘机的手握在三毒上 他应当是没反应过来 条件反射去护的魏无羡 导致血液顺着手掌流了下来 魏无羡也愣住了 本来江婉淫筒向的是他的脖子 但是他已经准备好了 让三毒插到他的肩部 正好卖一波惨 让云梦江是本就污秽的名声 更上一层楼 谁能想到蓝二公子这个意外 直接来帮他握住了健身 甚至都忘记了给手掌付上灵力 魏无羡本来只是觉得蓝忘机长得好看 心地好 天赋好 修为高 出身也好 并且看着性子冷 实际上很温柔而已 但是他是真的没想到 蓝忘机居然在危急关头 为了保护他 直接挺身而出 甚至不惜伤了自己 他知道他们是朋友 但是他没想到蓝忘机能为他 做到这种程度 震惊过后 便是心疼 蓝湛的手又白又细 还是弹琴的手 这样伤了 留疤了可怎么办 江婉淫好像是要疯了 看到伤了蓝忘机 反而没有收件 而是故意 江剑身向着蓝忘机掌心继续割去 魏无羡赶忙上前去 把江婉淫的手和三毒打开 蓝忘机松手 三毒落在地上 魏无羡又一脚把剑踢开了 江婉淫争鸣地向魏无羡叫道 你想造反吗 魏无羡 你这么敢打我的 魏无羡什么也没说 他看得很清楚 极度 江婉淫好像满心满眼只有极度 极度他 极度蓝湛 极度一切比他优秀的人 又对比 他差得高傲自大 认为他们都是废物 可是他好像不知道 自己也是废物 即使蓝忘机 已经后知后觉地负了层灵力 并且松开了手 因为惯性 也不免刮破了他的弟子服 使他看上去极其狼狈 而江婉淫这还没完 他又扑上去 拿起三毒 直逼蓝忘机的脖梗 蓝忘机侧身一躲 拔出壁尘 三毒只削断了他的一缕发丝 就在此时 另一位守门弟子去找来的蓝溪尘 也到了山门 正好看到了蓝忘机被江婉淫袭击的画面 本来还带着温润笑容的泽吾君 笑不出来了 他此时也顾不上什么哑不哑正了 就冲了上去 一掌把江婉淫拍开 护在弟弟面前 该说不说 蓝溪尘本就和蓝忘机有八九分像 笑容收起冷着个脸的样子 更是像了个石成石 只有那不同色的毛字 才能分辨出他们 蓝溪尘的声音凌如霜雪 江少宗主 那边的金家人已经吓傻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江婉淫居然真的敢动手 而且还敢伤了蓝二公子 他们可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这江少宗主从一开始笨的 就是他家大弟子命门去的 若是没有蓝二公子 那大弟子 可能就要血溅云深不知处了 这江家人怎如此狠毒 当时在蓝陵 就听到不少关于他们的传闻 本以为只是传闻而已 谁知道竟是真的 他们还亲眼所见了 那些外人怎么想得蓝溪尘不知道 也不关心 他现在满心满眼都是他的弟弟 在他家门前 被外人伤了 甚至想要杀死的弟弟 江少宗主 他又重复了一遍 旺姬 是我姑苏蓝氏嫡出的二公子 是我蓝溪辰的胞弟 在未来更是要接替叔父的职责 如若我死了 他更是未来的蓝宗主 旺姬从小备受姑苏蓝氏宠爱 长大后更是先门楷模 我想不明白 旺姬是有哪里得罪到您了吗 旺姬的性子冷淡 不爱说话 难道是这个触犯到了心高气傲的江少宗主 哈 江少宗主 我也想不明白 您是怎么想的 在我姑苏蓝氏门前 在我蓝溪辰面前 想要杀死旺姬的 蓝溪辰气急返笑 只是那笑容格外甚人 蓝旺姬什么也没说 只是捏着自己断掉的发丝 但是在蓝溪辰眼里 蓝旺姬现在又委屈又生气 而且在怀疑自己 觉得自己在自家还能被欺负了 实在是太丢人了 而且伤口好痛 还割断了头发 衣服也坏掉了 江婉吟听了这话来劲了 她直接仰头 谁说我想杀了蓝旺姬的 那是惯性 而且我教训自己家的人 她蓝二凑什么热闹 被伤了也是活该 江婉吟颠倒黑白 向来是很有一套的 蓝溪辰这才注意到 她的身后有一个狼狈的 穿着江家校服的弟子 那个弟子的校服很旧 显然已经洗过很多次了 或许是在她来之前 已经发生过冲突的原因 这个弟子的校服有些松散 露出里面的肌肤 或许是过于白的肤色 导致那些争獰疤痕 格外现眼 但是正常穿衣 都能遮住 有不少的鞭痕 还有剑伤和烫伤 在注意到她的视线时 那个弟子明显地慌张了起来 慌乱地把衣服整理好 遮住了疤痕 她看起来很愧疚 抱歉 蓝少宗主 少宗主有些 鲁莽了 而且 本身就是我的错 是我不太听话 我的问题 如果我听少宗主的话 蓝二公子也不会受伤了 少年的瞳孔是无暇的黑色 没有一点东西 可现在却蒙了层水雾 蓝西辰原本对她的迁怒 稍微消去了些 倒不是因为她说的这些话 主要是蓝旺鸡 对她很有好感 而且 貌似还帮助了旺鸡 弟弟有好感的人 不能讨厌 于是她只是点了点头 什么也没说 而姜婉淫 整个人都不好了 魏 吴 县 从她第一次见到魏吴县开始 就发现了 魏吴县惯会装可怜 有事没事就卖卖惨 有事没事就掉几滴眼泪 一副出于泥而不染的白莲花的样子 恶心死了 江少宗主 活该 是什么意思 既然不能迁怒 那就继续追究姜婉淫 姜婉淫还沉浸在对魏吴县的厌恶中 一时之间居然没有反应回来 蓝西辰也不在乎 她现在对云梦江氏都满是厌恶 活该是指的 旺姜若是被你杀死了 也是因为她自己的原因吗 江少宗主 你对自家弟子实施虐待暴力 我姑苏兰氏管不到 但你今日居然在云深不知处门前 伤了我姑苏兰氏嫡西二公子 还对此不屑一顾 甚至说旺姜活该 那我姑苏兰氏定要追究 她握着蓝旺姬的手腕 头也不回地走了 只留下冷冷的声音 把江少宗主请进去 你们也都进去 我带着旺姬去找医师 那我带着旺姬去 我带着旺姬去